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看到砧板是不是很開心呢?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那張照片,才進來看這條影片 萬用蒸菜的蒜蓉醬 正如片頭所寫,蒜蓉醬是用來蒸什麼呢? 金銀蒜蒸鮮油,蒜蓓,茄子 甚至乎用蒜蓉炒飯,蒸蝦醬肉片 用途是相當廣泛的 這條蒜蓉我上次也做過一次,但那次也做了生蒜蓉 很多網友都查詢了,我們外面的海鮮檔做的金銀蒜醬 可不可以做好一大碗蒜蓉呢? 今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做法 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一大碗蒜蓉了 蒜蓉拆了多久呢? 3秒鐘,我只是把蒜蓉拆開 這些蒜蓉呢? 有些街市去做一些批發給餐廳的 也會有這種類型的蒜蓉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市場的街市裡面 有些菜檔都會放出來的 這裡賣多少錢呢? 12元至20元不等 視乎你各別街市的 這些蒜蓉在我們業界都是廣泛採用的 這樣它是一個方便的 回來處理也是很簡單的 至於國外的網友 你可以買些大蒜蓉回來 慢慢拆一點,做一些親子活動 這些蒜蓉呢 它一定沒有新鮮拆的那些就這麼香 但是我們這次用來做一個金銀蒜醬呢 我們正正就是不需要太香 不需要太新鮮的濃烈味 那這些回來,我們首先沖一下沖水吧 稍微沖水,把表面清潔一下 現在我們先把它打掉 在家裡就用一些家庭式的攪拌機來攪拌 這樣就可以了 在外面,我們一般就用攪拌機來攪拌 我們放在攪拌機裡攪拌 我們先用一個乾打給大家看看 打這些 不好意思,我忘記了開啟 首先我們要慢速一下一下一下來 千萬不要心急 我們要看到它的材料 在角形當中有一個翻動才能打到 第二個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加適量的水分 加一點水分,它會比較均勻 當加了一點水分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把它攪拌成熔 攪拌到現在就差不多了 你又不要攪拌它太熔 現在就拿出來給大家看看效果 就算是相當之好 加了水進去打之後 因為我們在外面做的 我們都是用一些專業級數的攪拌機 那些攪拌機,那些不鏽鋼那些 我們攪拌這些,通常都是加一點水進去攪拌 有些網友就提問 你加水進去攪拌,就攪拌到淡了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之好 如果對這個問題有疑問,就繼續看下去 我們隨即準備的格式 解開大家的疑問 我們就全部倒進去 然後還要沖水 那為什麼我們在外面的蒜蓉會炸到這麼香脆呢 就是我們打了蒜蓉之後,我們會沖水 我們就會把蒜蓉最新辣的味道 把它沖出來 因為它的新辣味道,這絕對是影響你炸筲蒜特別是我們做一些 蛤蝋炒蟹啊一些金砂的菜色啊 我們會這樣把它全部沖泓伏狀 把它 debe沖干乾泥 冲到大部分的蒜頭味都沒有了 把蒜蓉最新辣的味道冲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瀝水 這個步驟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瀝水的時候,中間就放一個洞 有些網友都查問過 你這樣沖的話,蒜頭就會沒有味道 或者是沒有什麼 我們在外面做,即使做了一些生的蒜蓉 我們也會沖一沖水 也是目的,把最新辣的味道披除 但是沖完,我們必定要瀝乾水 如果水瀝得不夠乾 你很多時候會起青雞 因為它充滿著生水 很多時候會起青雞 證明你的蒜蓉保存得不好 或者鎖油鎖得不夠 就有這個現象 現在我們先把它瀝一下 瀝到最乾身為止,才進入下一步 蒜蓉瀝乾水 蒜蓉瀝乾水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看看蒜蓉瀝乾水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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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給大家看看 這些水分會影響你 一陣子炸的時候 那些蒜蓉 炸得夠不夠香 那些銀蒜 炸得夠不夠乾身 就是靠這個瀝水 所以我們做這個瀝水 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拿出乾淨的碗 那這些蒜蓉 我們要撕起一半 目的呢 金蒜、銀蒜 那我們的金蒜 我們要做到 這次有些金黃色 要有些香脆的感覺 還有 我們儲存的時候 那些蒜蓉 也會有一點點硬 有一點點香 有一點點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做法 當蒜蓉一分為二之後 我們這邊就 開大火 這樣倒一些新油 然後燒熱 我們大概用160度的油溫 那些油溫不需要太高 那我們就推下去 那些油呢 它開始有響聲之後 開始有一點點形態 那現在我們就收慢火 那我們就把蒜蓉 慢慢放 啊 你不要一次度放得太快 和太多 因為呢 它一放下去 它會湧起來 所以我們這些油呢 只要放三分一 就最理想 當你放下去之後 它這個油溫 它會降得很快 那現在我們就把大火 那你炸這個蒜蓉 那你會感受到 當中的技巧就是 你油你不要太多 因為它又會湧爆出來 啊 還有 加了它的油 油溫 爆完之後 油溫會降得很快 那我們就隨即 就把油溫 給它 那我們 在家裡炸 最好就利用一個麥犀 那現在我們呢 就保持著一個大火 這樣就 用這個大火 就把蒜蓉慢慢炸到去 稍微 一點點金黃色 那我才進入下一個 那為什麼 我們要分開兩批蒜蓉去炸呢 我們要做金銀蒜的精髓 就在這裡了 那當然 如果我們外面做一些避風糖的菜式 那我們有些 銀蒜也會先炸它 那當然 如果做一些金蒜的 你做到很香脆的 那些灑上面 那些脆蒜蓉 當然我們會炸它 變成金黃色 那我們在外面做 準備功夫就很重要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 那我們就保持著一個大火 現在呢 我們就不停要翻滾 不是在旁邊的那些 它就很容易會焦的 那現在呢 去到現在 又差不多了 看到有微微少少少的金黃色 那我們就把魚下的 就慢慢放進去 不需要心急的 我們就把魚下的 全部都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隨即攪拌 讓油溫先降一降 不是開頭的那些 炸緊提一批的那些 你就很快會焦的 讓油溫降下來 讓它慢慢炸起來 那做這個金銀蒜 就算了 剛才攪拌的時候 你不要攪拌它太溶 你攪拌到一粒粒 一粒粒的那些 這些是最理想的 我全程都是保持著大火的 下了第二磚之後 我們就不停要攪拌它 炸到怎樣才可以呢 我們看到第一磚 有些真的呈現一些 金黃色 這個金銀蒜 差不多就開始完成了 千萬不要炸到完全金黃色 完全金黃色 你一拿起來 蒜蓉 它本身也會加熱 這樣它就會有些焦的感覺 這個焦了就會全開了 我們就炸一下 炸一下 炸到這個階段 看到它有些金黃色 現在就好炸了 這個階段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把魚下的油蜜 把它慢慢倒下去 全部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 倒下去之後 我們也是這樣 把魚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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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下 蒜蓉又發便好了 如果我們在裡面做 烤多邊這些這些蒜蓉便會馬上做蒜蓉醬著 跟着就是做,不用洗锅 因为锅本身还有少少少蒜蓉 或者有少少油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配合蒜蓉豉油 当蒜蓉停了一段时间,就差不多凍了 那我们就 拿一个干净的碗出来 这碗也方便储存 或者你... 因为不是经常用的碗 但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你一定不要有生水 你可以用一些有交过的玻璃瓶去储存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我们先用蒜蓉醬 这个蒜蓉醬调味很简单 那我们就拿一些味黄 不是味精 而是盐 盐 我们俗称是百味之王者 那我们就用一些咸的咸味去 拌均匀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蒜蓉醬 你烹饪其他任何菜式 到时你再加其他味道 就会容易处存 不是啊 我现在说我要做一个... 土肥茄子 那我又加上一些孜然粉 加上一些豆瓣醬 那这个醬呢 你就不耐处存 那我们宁愿到时候再加上一些豆瓣 那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足够的咸度 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们有一个咸度 都是不足够的 那如果现在你有那些... 那些... 那些瓶盖 那些瓶呢 那就是类似这些 这些瓶呢 如果你买到这些器皿 这些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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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瓶盖 你洗干净 用一些热水浸一浸去 那接着瓶干它 那用来就装这些... 啊 酸溶醬底 不要用这些铁盖的 那你有瓶你就放进瓶吧 如果没有瓶 那你就用一只不是常用的那一只碗 那这样就装住了 那接着 我们把油... 摊到差不多湿的状态 那我们就... 把油... 就倒进去 那我们的目的呢 都是要把油... 就盖一盖 蒜蓉的表面 那就可以了 那正如刚才片头所说的 这个蒜蓉酱用途都是相当之广泛的 那你可以用来... 蒸鱼啦 蒸茄子啦 甚至乎用来... 蒸现在那些... 都是相当之好吃的 那喜欢蒜蓉的网友 就给我点赞 我星星啊 喜欢吃生河的网友 订阅职人吹水的频道 会喜欢吃蒜蓉蒸茄子的 麻烦你加我频道会员继续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那我什么时候都说了 懂得看片尾 片尾不是说... 分享一些... 什么窍门啊 或者什么... 都是和大家分享两句 如果大家做这些蒜蓉酱 可以做多一点 特别是一些外国的网友 那很多时候 你都会进厨房做东西 例如餐餐做 或者什么 你就做多一点 你一次过炸一大瓶 炸两瓶 那很多网友都说 可以放多久啊 星星 你经常都不说可以放多久 我经常都说 做这些呢 我们是做一个储存的方法 你这个方法 但是你用得好 你记住几个窍门 你的匙巾 你不要有生水 你装的东西 不要有生水 那你用一些 胶的瓶盖 那你永远 你不要有生水 那你就会储存很久啊 那我只可以跟你说 这些醬料 譬如它会变的 会变什么模样呢 最想说这件事 第一 这些蒜蓉 它会起泡啦 旁边 第二 它会起了一些青鸡 例如那些猫猫的青鸡 逢是这类型的醬料 看到有这些现场 那你就 二话不说 什么都没有理 把它丢掉 把它丢掉 重新再整个 连个瓶都丢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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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